Hello 大家好 今天美国媒体披露了一个消息 这个媒体援引了印度军队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军官所说 印度目前在中印边境的一线部队 已经被印度军方授权 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可以开枪还击 那么这位军官对媒体说 他说6月15号中印边境冲突那次 也就是20多名印度士兵被中方士兵手持蓝牙棒 不是被打死 就是在逃跑的过程中掉入冰河淹死的 也有冻死的 造成惨重的游元伤亡 这个情况下 印度军官说 当时中方的军队在人数上是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造成了印军的这么大的挫败 为什么自6月15号以后 印军开始加大了增兵的力度 现在已经增至30万了 在一线部队 另外军官也说 他说我们印度士兵 已经做好了 长期驻扎在边境线的准备 没有在冬季来临之前后撤的打算 说白了 这是30万人是不走了 不走了 不过目前我们看印军这边的动态来讲 的确如他所说 印度现在是每一天都是往高原输送后勤 补给 每天是忙的不亦乐乎 那么今天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所谓的印军已经授权 可以开枪还击这个事 无独有偶 今天我在国内的新闻上也看到了 有国内的专家也在建议 建议什么呢 就是中国应该对外宣布 不保证不开第一枪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上世纪60年代 中国就提出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呢 这个主要是针对其他有核国家说的 对于世界上所有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中国坚持的一个方针是什么呢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在任何时候都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大家懂我意思吧 就是即便是你首先发动攻击 只要是你没核武器 我也不对你使用核武器 即便我是自卫反击 我也不会用核武器 那么对有核国家呢 就是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说白了就是我可能利用二次或者三次核反击 那么同样 中国在处理和边境国家纠纷的时候 也有一个说法叫 这个不首先开第一枪 说白了就是也是采取了一个防卫 一个守势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所以说呢 今天就有专家啊出来说 目前中国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呀 尤其是2020年是吧 大家也知道周边有些国家 包括有些地区 对这个呃中国安全啊 是蠢蠢欲动啊 不断的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专家提出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放弃 不首先开第一枪 这么一个对外的承诺啊 说白了就是我不保证自己不开第一枪 因为这是基于中国对于保护本国核心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 往大的说就是维持世界和平啊 这么一个考虑 对外表述 中国将不开第一枪做最大程度的克制 说白了就是我可以这个最大的克制啊 保证我们的一线部队不开第一枪 但是我不做保证 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俄罗斯无论是这个核政策也好 包括俄罗斯跟一些他认为的敌对势力也好 俄罗斯从来没有啊 所谓的承诺不首先和使用核武器啊 不首先开第一枪 对于俄罗斯认为的啊 对俄罗斯安全造成威胁的对手 俄罗斯从来都是先发制人 包括美国也是 包括美国也是啊 美俄两个国家都是 没有听说是这个后发制人的啊 只有中国 只有中国 呃我在想啊 也可能是中国对外的这些表述呢 就是像给大家留一个印象 就是我所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和平崛起 是吧 不称霸 呃不称王 啊 那怎么体现出来呢 那我就对外是吧 宣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呃不首先开第一枪啊 通过这些表述 想让周边国家 包括一些这个对中国崛起有疑虑的国家 放心 但是说实话啊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专家呢 说的就比较有道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任何的对外政策 你包括是呃 对外用兵啊 都是要与时俱进的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现实情况来 对吧 你像针对眼下 无论是印度也好 无论是台湾也好 甚至于包括无论是美国也好 他如果说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撒尿的话 对吧 你还像他有什么承诺呢 这是已经欺负我到 就是欺负我到 已经到我的家门口了 对不对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我还做出那些就是空洞的表态 对吧 释放那些没有意义的善意 你把善意释放给了对你有敌意的这些人 你觉得有什么用呢 除了能够这个激励他们啊 对你蹬鼻子上脸 对吧 他认为你是软弱可欺之外 没有任何作用 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今天同样的啊 一条信息 中方和印方都发表了对所谓第一枪的看法啊 中印边境呢 目前看来没有那么简单 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好啊 一个军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六轮了 第七轮呢 应该很快也会这个举办了 但是以目前这个状况来看呢 双方也仅仅承诺说不增兵 但是已经囤积在边境的中方加印方 一共有35万部队来讲 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撤下去啊 看来这个冬天啊 中印边境注定 不会寂寞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